健康2.0 凱昀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我們是一個實實在在的 老牌健康節目 已經10年了 我們對於任何的醫療心智 都非常非常的在意 我們今天請到 很重量級的醫師 今天是我們的名醫企劃 特別企劃 那麼在台灣大約有300萬人 受退化性關節之苦 可能你自己的爸媽 或者你自己就正在受苦當中 像我家 我的家長 我的爸媽 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大家都非常關心 那麼膝關節權威 全台灣名醫 而且它是被選為百大良醫之一 很難掛到號 還要等半年的 是誰呢 就是最難掛號的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的 關節 呂紹瑞醫師 這邊說光搶辦 看診要半年 如果說要等到 他來幫你動相關的手術的話 還要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而且重點是 呂醫師他有一個 全新的醫療研究跟發現 原本大家覺得說 退化性關節炎好像是退化 他發現不只是如此 不是如此 它是一種病 大家所不知道的病 既然是病的話 可以治療 甚至可以預防 現在在生命當中 也有控制的方法 這些是今天要告訴大家的重點 我們現在就來邀請到了 大林慈濟醫院的呂紹瑞主任 大家好 歡迎呂主任 接下來是退休老師 王洪英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王老師他也是 呂主任的病人 接下來是阿瑞姐 大家好 我是阿瑞 還有物理治療師蔡明倫 大家好 我是蔡明倫 好 這邊我要先來跟阿瑞講一下 這個明倫救命 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 太有名了 而且要等這麼久 我怕膝蓋等不及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 排除萬難 把這個明倫請到現場 觀眾朋友 今天大家是看到 賺到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問題 趕快打電話 就是給妳的親朋好友 有膝蓋方面問題的 我們今天會請呂醫師 告訴大家 妳現在就可以做的 膝蓋保健的好方法 王老師 妳本身就是呂醫師的病人 對不對 而且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不是 但為什麼 開始來排隊要找他 因為我 一直都受膝蓋困擾很久 因為同事告訴我 有一位同事告訴我說 有一個 呂醫師 不用換人工關節的方法 我聽到很開心 我就 趕快上網去找他的資料 包括看了慈濟的很多教學影片 還有呂醫師的那個 新希望的書 我看了三次 所以後來我 我相信他的論點 所以我就很積極的找呂醫師 我其實46歲開始做關節鏡以後 我就一直不斷的在打玻尿酸 打了十幾年 後來有PRP 我又做了PRP 對 我一直都沒有解決我痛的困擾 所以我那時候滿積極在照 有沒有新的方法 因為我很不甘心換人工關節 很怕 很怕換人工關節 可是問題是 呂醫師很難掛到號 所以你在沒有辦法 掛到號的情況之下 聽說你有一個好方法 沒有 我只能說我運氣很好 我大概掛了呂醫師 有掛了一個月 都是半夜上網掛 一直掛不到 後來我靈機一動 看到下面有一個復診日期 因為呂醫師那天 可能安排了有一些活動 本來是修診 突然間我看到他有復診 我趕緊二話不說 趕快掛復診 不然你才會讓我掛上 這跟中獎一樣 真的 可是不是每個人 都可以中這個獎 像我媽媽也是痛到 多辛苦你知道嗎 她是幾乎腳沒有辦法 抬起來走路 是拖著地板走路 然後爬樓梯 可能爬十幾階 就要停下來 好喘一下 歇一會兒 然後再走... 再歇一會兒 下樓梯也跟人家不一樣 他不敢這樣正面下樓梯 他要反過來扶著把手 倒著下 倒著下 我很害怕 因為感覺 重心不穩的話 重心不穩 最後不是膝蓋完 但是你先跌到分跟斗 所以那個其實 可見得他很痛 其實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雖然呂醫師有他的論點 可是我還是對他有點懷疑 所以我後來只好追著 呂醫師的演講跑 我從台北市的演講 追到新北市的演講 大概每一場 我都問了他很多問題 大概他也被我問得滿煩的 那麼醫師 你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 關節方面 是 就像王老師這樣的狀況 就是被診斷為 退化性膝關節 然後還不到要換關節的階段 所以到處求醫也治不好 大概都是這一類的病 那你當時 因為我們今天要告訴觀眾朋友 你的新發現 還有這個新研究 你當時發現這個 我們在身體裡頭 在關節腔裡頭有個 沒有看過的東西 這個發現的前因後果 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構造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 而且骨科醫師也都知道 知道在年輕的時候 它是引起我們系統的問題 但是在年紀大的朋友 就比較少有人注意到 我是在20年前 20年前 有一位很勤勞的南部的農夫 他從屏東 大包小包就來找我 對 一來就說 聽說你人工關節換得很好 我就準備要來換關節 因為你當時是傳統療法 那一方面他不了解說保險 他是農保必須要申請 申請通過才能夠開 對 那片子看起來也事實上 還沒有真正到最後不行的階段 所以我就建議他 用當初最普遍的 用關節精沖洗的一個小手術 結果在那個手術中間 我就怎麼發現躲在一個角落 對 我從來沒有看過 而且文獻上 也從來沒有報導的一個病變 那我直覺就把它清除掉了 沒想到這個 老太太隔天就說很快樂 她說不痛了 天啊 原本要開刀 更吃驚的就是說 在接下來一兩年最終 她就從來沒有再提 要換關節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個比喻 那個口罩呢 當它硬邦邦的時候 有點像我們這個菜龜卜 是 但是她年輕的時候是 這很軟 真的 對 像這個絲瓜很柔嫩 對 大家有喝絲瓜湯就知道 非常柔嫩 多汁 而且你應該知道吧 我們這個絲瓜 然後變成菜龜卜 這基本上是同樣的東西 就老了 就老了啦 就是老了 所以我們年紀大都被他講 你很乖的 就是這個瓜 好 那麼為什麼我們在膝蓋裡頭 有一個神秘的東西 醫師也說她那一次 第一次看到這樣子的病變 就是類似這個菜瓜布一樣 變出了 這個真的刮在手上 光是這樣子 很痛 洗澡可以 洗澡 去澡水 弄水洗還可以 好 那個時候發現了這個 這一樣東西 然後就發現說 它就跟菜瓜布一樣 在刮我們的膝蓋 所以難怪會痛 大家就很好奇 這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請主任 今天真的大家賺到了 你不用排半年 你在電視機前面 仔細的聽就可以知道 原來我們膝蓋裡面這個構造 而且我們有辦法把它變好 藏住你的大發現 今天帶到健康2.0的現場來了 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眾所周知 在醫學界 它叫做內側周壁 內側周壁事實上 大家可以看這張圖 這個藍色的部分是關節囊 關節囊它是軟組織 等於它是會分泌關節液液的組織 在胚胎發育的第三個月 退開的時候它形成一個皺褶 在正面看就是這麼長的一個構造 從這個骨骨的遠端到近骨近端 那實際上如果我們是以這個 關節鏡或者實際看的狀況 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骨科醫師都知道 這是引起年輕的 尤其是女性吸痛的一個原因 所以沒辦法治療的時候 就用關節鏡把它清除掉 但是並不了解它跟這個退化性 關節炎有什麼關係 因為想不到說這麼軟的東西 怎麼可能破壞硬的骨頭 真的耶 但是我在患人工關節的病患身上 就可以看到 這個看起來好硬 已經變成像一條繩索 很厚 很粗的一條 我們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當它的纖維化 已經到中年50歲左右的時候 它的硬度就足以直接破壞軟 這個是在患人工關節的時候 我們去把這個構造 拉回它原來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我在模擬大家在走路 或者彎曲的時候的動作 就這樣的摩擦 下面的軟骨已經被磨得有點發炎了 這樣長期磨但受不了 如果用關節鏡直接看 也可以看到 這一片就是內側周邊 這一片 這邊是軟骨 這個一絲...的是什麼 就是它發炎的 原來如此 就是未來的菜瓜布 就是說這個 像王老師他曾經走到 馬路中間卡住 不敢踩地 就是這個一絲...的被夾到 原來這樣子 就是只要用力夾到它就非常痛 因為我們的軟骨本身是沒有感覺的 原來是這樣 真正痛是最邊症的 所以這樣的摩擦 我們平均每年一百萬次 一百萬次 阿爾你能夠想像嗎 我們的膝蓋 你知道有些人還去劍走了 還會痛 想說越走越是不是會好一點 讓它可以有滋潤 我媽媽以前又以為是這樣子 越走越好沒有 後來發現越磨越磨到 後來是完全沒有支撐 是骨頭跟骨頭在碰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樣的摩擦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第一個就是物理性破壞 第二個就是滑墨眼 產生的化學性的腐蝕 不管是物理性破壞或化學性腐蝕 都會產生一些軟骨碎片掉下來 會產生第三度的摩擦 第三度 又多一個摩擦 像眼睛跑沙子進去 重複在裡面 真痛 真的 所以就是這三個因素 造成我們內側的軟骨 逐漸的破壞 但是在表面上看起來 感覺是X光片越來越差 好像是在退化 但是躲藏在裡面的 那個激轉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用動畫來讓大家了解 進一步了解 了解這個慢慢變成菜瓜布的 你看這一條就是我們說的 內側皺壁 然後它越來越粗了 這個就是在抹擦了 這碎片掉下來 另外就是化學性的腐蝕 這我聽不懂了 我們剛剛物理性聽得懂 為什麼還跑出化學的東西來 因為這個內側皺壁是關節囊 它是軟組織 重複被抹 重複被夾擠 就像我們舌頭一直被牙齒咬 它當然就腫起來發炎了 對 發炎的組織會釋放一些化學的酵素 會把軟骨腐蝕掉 天啊 它的破壞力比物理性更強 所以我們了解這樣的一個激轉之後 就可以解釋說 任何疾病都有這四個時期 醞釀期 臨床前期 臨床期跟殘障期 對 殘障期就是已經要換關節 要換關節了 60到80歲這個階段 為什麼每個人出生青少年 都一樣很可愛 但是到老年就有不同的一個 你看這個阿嬤 阿嬤 太厲害了吧 好猛 所以這個中間的差異 這個退化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 第四期 到第四期可能就要換關節了 就為什麼有這個差別 就是在中年 大家忙於家庭事業的時候 疏於照顧自己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提出來 就是說 我們要發現這個摩擦現象 我們就能夠再早期預防 好 大家來看這一張 我滿驚訝的 臨床期是40歲到60歲 所以40歲開始膝關節疼痛 甚至像王老師 46歲就做關節靜的 其實還滿多的 另外居然20幾歲到40歲 就是臨床前期 因此不管你現在在什麼階段 你的家人在什麼階段 甚至是到殘障期 醫師你說都可膩 可以變好對不對 是 好 我們廣告之後就來看 醫師是如何讓他可膩 變得更好的 你很簡單 在電視機前面 馬上就可以做的動作 馬上告訴你 在全台灣有300萬人 受膝蓋之苦 很痛 甚至打玻尿酸PRP 或者是要換人工關節等等 真的心裡頭很害怕 我們今天名醫特別企劃 請到了全台灣最難掛號 你光等 要等半年 如果真的要找他治療的話 可能要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也就是我們的 大陵慈濟醫院的權威 呂醫師 你看這個上面就把呂醫師列為 全台灣最難等的第一名 好 我們今天呂醫師在現場 剛剛已經告訴大家 他十幾年來的發現就是 原來在我們的關節裡面 有個叫內側皺臂 從胚胎期就有了 原本像絲瓜一樣 好軟嫩 像一個神秘面紗 接下來變成這樣子 太貴薄 所以我們的關節當然會痛了 但是有個問題來了 過去我們都覺得說是退化 連名字都叫退化性關節炎 事實上就是因為這個名字 產生了接下去所有的迷失 對 原文是叫做Osteoarthritis 在日本翻成變形性關節炎 中國道路那邊是翻成骨性關節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唯獨台灣 就直接把俗稱的退化 直接安上來 所以你說退化性關節炎 其實不是退化 對 它的學術的名字應該是 表示是軟骨受到任何傷害 之後產生的一些變化 有 那個變形 就我看到有的人痛到 後來變O型腿 你看很多阿嬤有沒有 走的時候那個腳的形狀是變掉 所以變形比較對 對 那個是已經末期了 有非常多反證 證明 就是相反的證明 證明它不是退化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換人工關節的時候 的發現 同一個病人 同一個年齡 同樣都是60歲左右 但是它的關節的內側跟外側 截然不同 譬如說我們看這個藍色圈起來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骨科醫師在看 X光片的時候注意的一個地方 它的軟骨已經磨損 而且骨頭有部分露出來 所以它就是被診斷成 第四期的退化 你看有點凹凸不平 這就是可以看到骨頭 所以這早期 這個是我20年前 那個時候也跟一般骨科醫師一樣 就建議它換人工關節 但是現在我的看法就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可惜 這邊這麼好 對啊 這感覺就膨膨的有沒有 這個跟年輕人的軟骨完全一樣 亮亮白白的 是非常健康 黃色圈起來的部分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摩擦出來的 所以我的理論就是 這個黃色的部位 才是原發性的病兆 因為60歲都看起來這麼健康 代表它會新陳代謝 所以我們有一個機會 做了這個關節鏡的 再生促進手術之後的一年 因為它在做手術的時候 時機已經太遲了 太遲了 所以它那個 因為角度已經太大 所以它一年後 還是接受人工關節致患 所以等於說我們用關節鏡 進去把它的病因 拿掉之後的一年 就發現 整個長出來新的軟骨 就是先做了關節促進手術 關節促進手術 就是希望軟骨能夠長出來 這長了 這長出來了 你很激動 因為我們都找到了希望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白色很亮的 就跟這個完全一樣 就跟這個蓬蓬的 這是同一個人的關節 內側磨損成這樣 那麼外側你看 就不是這個 好好的 對 就是好好的 這就是教授他的發現 而且教授在廣告的時候 還告訴我說 其實他會來上我們節目 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大家等很久 其實到了必須要動 促進手術的時候 他也覺得很心疼 他覺得很多事情是 現在大家馬上就可以做的 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有一些NG犯規的東西要避免 第二個 他會教你好方法 讓你膝蓋更勇敢 像王老師你現在走路 應該都沒問題吧 我因為術後兩年 其實我在術後也曾經犯規過 因為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可以走路了 就有一次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去爬水霸的樓梯 你看 從不能走到爬樓梯 對 又回來痛了一個禮拜 真的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不乖 所以要乖乖的聽話 第一個 哪些是犯規動作不能做呢 我們犯規動作上中 第一個就是不能夠 突然的彎曲 或者是長時間的屈膝 90度 時間過長 第二個是上下樓梯和爬山 要儘量的避免 第三是重複彎曲 伸直 太過於平凡 譬如像游泳 挖式的動作 或騎腳踏車 踩踏的動作 重複次數太多 另外就是在重複的蹲 或者是跪著的時間 如果重複次數多 時間又長 這樣就很容易造成這些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容易懂 因為我們生活當中 很容易就犯規了 我們從阿爾姐 實際上早上起來 來看看好了 哪一些是所謂犯規動作 怎麼做 我們多做一點什麼 就可以不犯規 讓我們膝蓋可以用更久 然後不會產生這樣子的 磨損問題 來 我就 我來睡覺了 對 你們看我睡覺好不好 請看我睡覺 我要爬起來嗎 這時候要起床了 你正常的起床動作 對 若宜正常起床的動作 我伸手腳踐 起床很快 犯規 犯規 為什麼 邀請 月兒姐回到 你沒有怎樣 這是因為動作還沒有做好 一些暖身動作 前一晚睡久之後的一些腫脹情況 要稍微在床鋪上躺著的時候 做一些腳彎曲的動作 譬如像膝蓋圍彎 對 然後彎曲角度再小一點 對 小一點 這樣就可以 然後沿著床面呢 彎曲 伸直 來回兩三項 先讓它動一下 另外一腳也是一樣 有些病人他半夜會痛醒 對 甚至想上廁所的時候會卡住 就是因為半夜的時候 我們血液習慣比較差 我是還沒有痛醒 但是我早上起來 卻覺得身體是僵硬的 對 就是裡面的這個關節囊 半夜就是內側周壁比較腫脹 所以我應該全身都動完以後 慢慢起床 你要這麼活躍也是可以 稍微輕度的活躍一下 對 微微的彎曲伸直就可以 然後呢 又請坐在床邊 要起床之前也有一些準備動作 側身 對 側身之後彎曲 把腳放下來 坐起來 這麼優雅 然後坐的時候 還要先將腳伸直 還有 彎曲活動三下之後再換腳 但起來之前還有一個小小的提醒 就是希望能夠先將身體 微微往前 手扶著膝蓋 微微往前 對 身體 微微往前起 手扶著膝蓋 再慢慢的站起來 這麼快去 是 這樣子不會引起疼痛 我是沒有痛 其實原則上就是不要去夾到 這個內側周壁 內側周壁被夾到之後 它會發炎 哪一些動作會夾到內側周壁 像阿爾剛剛這樣跳下來 跳起來 就會夾到內側周壁嗎 就是彎曲超過 大概四 五十度的時候 有喔 當然跟每一位 每一個人他的周壁的大小有關 不是說每一個人 都是固定的一個角度 就是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我們保護膝蓋的黃金密碼是 50度 不要超過50度 那我要請智老師告訴我們 要看哪裡是50度 阿爾這妳懂嗎 我不懂 因為我都是動作敏捷 我從來沒有在看幾度 我只有在看時間來不及 到底所謂什麼50度 這樣子叫90度是不是 我們把腳伸直的時候 伸直 對 這個角度稱為0度 然後慢慢的往下彎 這就有一個夾腳 這夾腳就30度 對 慢慢的成為45度 再多一點的話就變成50度 可是我們腳放下來 基本上就是90度 90度了 已經90度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像上廁所 如果要從馬桶上站起來的話 需要身體稍微有個支撐 守扶著 我們先來看阿爾 平常上廁所會做什麼樣的動作好了 上完廁所了 對 上完廁所了 先擦屁股 如果膝蓋沒力 我會壓著膝蓋起來嗎 或者沒有我就 這樣就直接站起來 不是嗎 但是如果這麼做 事實上應該是坐下去那個時候 比較容易傷到 坐下去 我很會做 就這樣給他坐下去 這麼跌坐的話 對膝蓋的一個傷害相當的大 所以就為什麼女性比較常見 就脫下性冠軍 女性大概是2比1 跟男性 跟男性2比1 所以這個跟上洗手間 是有關係的 如果我們蹲的損害更大 我們蹲著上廁所的話 我們尤其是急的時候 以及蹲下去或坐下去那一刹那 有些人就說 他蹲下來就痛了 然後就站不起來 就是坐下去那時候 就夾到這個座壁 除了女生是要坐馬桶之外 其實大家都要坐 你開車要不要坐 你上班要不要坐 也要對不對 所以這個坐到底要怎麼坐 好 那我們請月娥姐 請站起來 如果要坐的話 我們試試看 先將身體微微往前彎 扶著膝蓋 身體前彎 對 然後扶著膝蓋之後 再慢慢的屁股接近椅子 慢慢的坐下 這樣子 這樣我來得及嗎 要慢就對了 這樣的目的事 這是為了讓我們的膝關節 在彎曲的過程 不要承受太大的一個 一下子就彎曲 而且快速的坐下 造成摩擦 所以要慢慢的 先將重心往前 手扶著膝蓋 或是扶著椅子 再慢慢的彎曲坐下來 因為慢的關係 也需要有點支撐 才能夠慢慢的坐下 所以這樣我好像 會被人家看出我的老態 這是保養當中那一款 非常重要 對 很重要的保養 所以馬桶起來的時候 我剛那起來也是不行的 對 也是需要慢一點 然後收扶著 或者馬桶坐 或者是扶著旁邊的扶手 現在很多家裡面 或是老人家的話 多一個把手 扶著 然後還撐著馬桶邊 然後再彎腰 腳先伸直之後 再慢慢的騎身 其實有一個統計 就是40歲以上的人 他吸痛的比率 有50%左右 所以一般都不知道原因 在哪裡 事實上就是這些 日常生活的小動作 去重複加急到這個類似的作品 所以當有這個 吸痛的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先嘗試看看 在生活當中 至少不要有犯規行為 不要讓它摩擦得越來越嚴重 而且很多人是騎腳踏車 這個時候騎腳踏車很風行 又要注意什麼呢 腳踏車就這樣騎 再加一點風 電風扇 錯 又犯規了 為什麼 犯規了 因為這個角度 在彎曲的時候 已經遠遠大過於50度相當的多 所以這已經100多度吧 對 100多度了 如果能夠減少角度這麼彎的話 對膝關節磨水會相對比較少 這樣太彎 可是我覺得老師的意思是說 當它最上端 就是說我們腳踏板 在最上面的時候 它的角度 對 彎曲的角度 轉折 那這樣到底該怎麼辦 如果從坐墊把它調高一點 這角度就會減少一些些 OK 所以我腳這樣彎曲到底是不對的 對 要稍微調高坐墊 OK 我們來試試看調高坐墊之後 角度是不是能夠 減少那麼彎 好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在騎腳踏車的話 基本上這些都是要注意的 不要超過50度 對 你的膝關節比較好 不然犯規動作做多了 就開始一直磨 又產生化學 物質 我的腳伸得比較直了 是不是 對 就是腳 腳伸直的時候 腳伸直直還能夠保持微彎 但是腳踏板在最高的時候 就可以像剛剛 剛剛比較能夠 相對的比較展開來 也就是這邊的角度 不會那麼彎 對 其實更重要的是 你的施力的節奏 對 怎麼說呢 有一個口訣 就是用力踩 輕鬆縮 用力踩 輕鬆縮 用力踩 輕鬆縮 我才有輕鬆 踩 輕輕的抬起來 可以互相休息 輕輕的抬起來 另外一腳用力的踩 姐 你我覺得今天賺到了 對 我覺得觀眾朋友才賺到了 真的 看到我騎腳踏車 來點風吧 所以真的日常生活 有很多的反規性 踩下去用臉力 踩下去用臉力 不是我一直用力 不是全才一直用力 好 那我先走了 你過去有哪些犯規行為嗎 有 我平常因為運動得很少 可是我又愛爬山 然後放寒暑假 我就會去爬山 這也是犯規動作 因為平常都沒運動 然後還有當老師 因為整天要站 對 還有就是 因為反正年輕 有重的東西也是拚命提 根本不在乎它重不重 就是壓力很大也是提 這種犯規行為做久了 我們的絲瓜又變成菜瓜布啦 這個時候就開始來磨 開始的時候會產生那些問題 我們在膝蓋內側摩擦的時候 有一些警訊會出現 一 像是疼痛的感覺 就很明顯 第二是還會有卡住的可能 第三是摩擦聲音會 逐漸逐漸的越來越明顯 老師 妳那時候的狀況是 我剛開始 就是數前非常嚴重 是連睡覺 翻身都痛 都痛 根本沒辦法睡 對 幾乎晚上常常都會醒 還有一次更嚴重的是 我過馬路 過到一半 卡住了 什麼 明明公車就在旁邊 我卡住完全不能動 完全不能走嗎 對 完全不能動 好危險 因為腳碰地就有痛 碰地就有痛 那個咔咔咔的聲音更不要說 後來是有年輕人幫我扶到路邊 然後我請我老公來接我回家 就卡在路中間不能動 但你應該後來不太敢出門吧 對 一直都不敢出門 有時候全家去玩 我說你們去玩好了 我在家裡 OK 好 那王老師你現在下來 走一段路給我們看 正常的走路就可以了 我要蹲到有病痕 走到一半跪下 好 先走給我們看 好 廣告之後我們就要來看了 為什麼有的病人 走到一半會跪下去 有的會卡住 但王老師他沒有動 所謂患關節的手術 現在卻可以這麼好呢 過去的療法跟現在新的療法 驢師的療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保健又該怎麼做 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 今天真的是大家的福音 請到了呂教授 而且他是百大良醫之一 膝蓋上他新的發現是 退化心關節炎不是退化 而是一種疾病 那麼這種疾病找出病因 把它去除就會好了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 軟骨會再生 怎麼樣避免發生這個疾病 我們剛剛看到NG動作不能做 對 其實過去的療法 像阿瑞姐 妳媽媽做過什麼樣的治療嗎 中醫療法也算嗎 拔罐 然後 已經痛了還拔罐 是不是更痛啊 有 還有什麼 整疾 然後後來實在是都不好 因為他有糖尿病 結果還去拔罐 最後還弄到有點像傷口 發炎 紅腫 結果我光弄他那個消炎 弄到嚇死了 因為有點像蜂窩性組織炎 那就告訴他求求你了 不要再用這些東西 然後有什麼民俗療法他都弄 甚至自己還會去勾 那個黑黑的草藥 那個皮膚都快要潰爛了 確實我們在臨床上 也偶爾會碰到 本來都準備好要手術了 好不容易排了手術 結果一住院發現 他的皮膚已經潰爛了 就是被這些令列療法的方式 造成的一個結果 所以主任 對於這個 已經在腫脹在痛了拔罐 他會反而更不好 還是說真的大家覺得 拔了之後會變好 以你們西醫的療法 其實不一定 因為他處理完以後 抽掉很多黑血 黑黑的血 事實上我們並不會去 強烈反對任何的保守治療 只要他能夠解除 緩解 緩解病人的疼痛 我們都不反對 但是重點是在 病因要先解釋清楚 就是說要讓病患了解 裡面事實上是有 可以治療的問題 對 在沒有辦法的狀況之下 先用比較保守的方式來治療 好 像過去的療法 第一個復健沒有用之後 開始消炎止痛藥 對 即使要吃不要超過兩個禮拜 不要超過兩個禮拜 在他急性期的時候 隨便歐巴桑都是幾個月在吃的 回診 復診 還拿連續處方簽 就是消炎 消炎 消炎 都快被消滅了 而且都覺得吃止痛 後來劑量要越加越多 才可以製作那個痛 對 對 不斷的一次吃 其實痛是我們要把它當成朋友 他痛是警告我們說 我們身體這個地方有問題 你要小心 再來上玻尿酸 軟骨素 注射玻尿酸跟PRP等等 你們有用過嗎 加媽媽 這順序真的是正確的 我媽媽就是照這個順序 每一個做過的我都打勾 SOP就對了 全部都做過 一直到PRP 然後人工關節他沒換 是因為他有糖尿病 醫生說有很多的疑慮 就是一樣就是傷口的問題 就是你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有另外的問題 妳當時也是為了不換人工關節 所以才找到主任嗎 對 因為我爸爸 也有換過人工關節 結果後來他因為跌倒 不小心跌倒 整個岔出去了 然後兩隻腳都不能再動手術 那個狀況下因為年紀又大了 就只好躺床上最後就這樣 所以妳對於換人工關節 心理頭更有障礙 對 因為有陰影 好 還好也因為這個怕 才去找到了新的治療 對 我就一直忍 請教一下主任 這是過去的治療 其實也不是過去 現在也持續在做的 那麼妳自己本身發現了 新療法是什麼 可以怎麼做 其實以我現在的觀點來看 過去的治療方法等於就是說 準備最後換人工關節 就前面這些步驟都是 都是為了要 都是暫時的 天啊 好可怕 我們就是在等著 最後換人工關節 我也不是反對人工關節 譬如說我們的 這個膝關節健康促進方案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有人工關節 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 但是它是擺在 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 所以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會讓所有的病患了解 裡面發生了什麼問題 教他們怎麼去日常生活 再好好的保護 如果說有效就繼續這樣保守治療 萬一沒有效我們才看它的狀況 是不是需要用我們研發出來的 用關節健來做 關節軟骨的再生促進手術 把裡面所有的破壞因素 把它清除掉 清除 對 因為我們知道 軟骨它會再生 平常的軟骨就在代謝 在持續破壞跟生成 會產生一個平衡狀態 如果關節裡面有不好的因素 它增加了這個破壞的速度 產生出來就是我們看到的表象 好 像這樣子的關節 促進手術等等的 它開刀的過程 它在動手術的過程 時間需要多久 還有大家很擔心說 恢復期等等 是不是需要很久 這個當然是跟醫師 他的熟練度有關係 如果這個醫師 是剛開始學習的話 當然會比較久 那原則上如果已經到 非常有經驗的話 平均像在我的手上的話 一隻腳大概10分鐘左右 10分鐘可以解決 一輩子的疼痛 你給我飛跑的速度 很棒 值得 值得 一直講10分鐘 而且當天就可以下床走路 這麼好 我看王老師一直點頭 對 我當天 因為我答應呂醫師開完刀 我一定要遵守規矩 所以我當天他來看我的時候 我就說我走給妳看 我真的是發著抖 然後拿著模式型的拐杖 我還是下床 妳心理上是害怕的 但是是可以走的 可是我還是下床 OK 我當天下床兩次 所以妳當時 很害怕的走出那一步 接著有沒有越走越有信心 有 我們那個復健動作 就是那三個復健動作 一定要確實做 因為我發現 你越怕痛越不做就越痛 就越傷了 後來我自己實驗了好幾次 就發現我越做 第二天就越不痛 越怕痛的話 我第二天會痛得更厲害 所以我現在都要求自己 每天一定要確實做的 好 待會兒教大家這三大動作 接下來主任 你這邊 因為手術後還是要遵照我們教的 就剛才王老師有講的一些復健 我常常會強調 跟我們的牙齒保健一樣 雖然牙科醫師幫你 把牙結石等等清除掉了 但是你自己的保健很重要 不刷牙 又吃糖 又喝彈糖飲料 是 大概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就是術後的再生促進療程 事實上大家看到這個好像 是不是要用吃藥打針等等 事實上是不需要的 就是自我保健 OK 好 然後重要的是我們追蹤病三年 萬一在這個階段惡化 不行的話 我們才來動人工關節 追蹤三年大概有多少比例 是要到動人工關節的 目前來講我們大概5%左右 195% 95%左右 我們追蹤4年左右 好 我們請治療師來教大家 來 這個要學一下 這個學得很高 保平安 保健康 來 這個 首先第一個動作是要訓練 骨似頭肌 肌肉的力氣 所以我們將腳 左腳伸直之後 腳尖微微往上翹 然後大腿就會繃得緊緊的 這時候伸直就可以 任何關節的原則都一樣 第一個是訓練周邊的肌肉 肌肉力氣 是訓練旁邊的肌肉力氣 大腿肌肉 大腿肌肉 肌肉 對 然後去撐住它 不是只有關照它 我看很多人痛 痛就一直收那個關節 其實不是只有這裡 是旁邊要訓練 旁邊的肌肉圈 穩定關節 OK 好 好 請把腳慢慢放下 這個動作伸直之後繃緊 數十下之後 再慢慢放下 好 再第二次 請把腳伸直 腳尖翹高 對 然後數十下之後 再慢慢放下 有拉到後面的筋 對 後面也會緊緊的 然後前面也會覺得 大腿很緊繃 大腿會痠吧 這裡有用力 然後這邊後面的筋 會覺得緊緊的 如果能夠每隻腳 都做十下至二十下 十到二十下 就是一個比較規律性的 一個活動量 特別是早上剛睡醒的時候 一下床 除了簡單的活動 加上這三個活動 還可以讓整個早上 活動的時候會更靈活 所以要早一點點起床 然後做這個動作 整天關節就會比較舒服 我的經驗是 有些病人很懶 很懶 所以如果你沒有早上做 你只要記得做 就是很好 所以我把它結構化成 早餐 吃完 早餐 三餐 我就會說 他說我沒時間做 我說那你有沒有時間吃飯 有 我都是會有 就是吃完飯 還坐在椅子上的時候 做一個 就這三個動作的感覺 好 這才第一個動作 早餐吃完要做三個動作 午餐吃完要做三個就對了 然後讓它分散在一天當中 好 第二個動作是希望能夠 將關節彎曲到最大角度 所以如果這時候 手抱著接近腳踝附近的小腿 對 往內 我補充第二跟第三個動作的目標 是要讓關節靈活 關節 讓裡面能拉筋 等於是拉筋 讓這個軟體之間的壓力減少 拉筋 因為長期發炎的關節 它會越來越繃緊 對 繃緊的話 對於軟骨是非常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要報警處理 好 報警處理 所以報警之後 報警一樣是報幾下 然後幾秒鐘 如果能夠報警數30下 30下 數完39 1 2 3 3 3 太快了 不要怕數1 2 3 數完30秒之後 我們把腳放下來稍微活動一下 溫和的活動一下 然後接著再做第二次 那這樣報警處理要報警幾次 每一隻腳的膝彎節彎 需要5次的活動量 30秒 30秒 好 來 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需要將腳伸直 靠著前面的椅子 然後再將雙手 輕輕的壓著膝蓋 壓著膝蓋的這過程 一樣是維持30秒 但是不要有任何的晃動動作 我不要去震動它 對 不要震動 壓著就好了 壓著就好 壓緊緊 這個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壓膝蓋 這跟剛才報警是相反的 因為這兩個動作就是拉筋 報警是拉前方的筋 那個壓是拉後方的筋 拉回來一個拉出去這樣子 可是我不懂 這三個動作看起來不難 還滿簡單的 為什麼它在我們的心療法當中 佔了這麼重要的地位 而且你覺得 病人不斷不斷做這樣的動作之後 就可以漸漸變好 對 這個就是要了解 軟骨為什麼會逐漸繃緊 除了剛才講的摩擦現象之外 第二個最重要就是 因為長期發炎 所以關節裡面的壓力 越來越大 越來越緊 所以病人到後期都會說 關節很緊繃 很痠 很軟 走不遠 我們大家都知道入瘡 皮膚長期壓住 會爛掉 對 所以軟骨也是一樣 它能夠承受間歇的壓力 譬如說走路跑步 間歇刺激它是非常好的 但是持續壓著它 它也會壞 所以我們就是讓它伸展 讓它有機會可以拉開 呼吸一下 對 然後開刀的 我們一個目標也是把它放鬆 就把裡面放鬆 所以術後的復健也非常重要 因為開刀也是一個破壞 它會結拔 尤其是在前三個月 所以在前三個月的時候 我們會非常非常強調 暴息這個動作 好 所以這三個動作 我們王老師也掛保證了 有作有保譽 所以沒作出戰 沒有 就是請大家還是要 認真一點在家裡逃分三餐 來做 讓自己的膝關節 可以不要這麼疼痛 而且甚至有機會 你看 這個地方保守治療 如果有效的話就好了 就繼續保守治療 不會惡化下去 大家的關節就不會痛了 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每個人在家裡頭 自己做醫生 做醫師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人的疑問了 吃一大堆東西 比方葡萄糖胺 什麼什麼的軟骨 到底有沒有效 還有痛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動 已經這麼痛了 該動嗎 馬上告訴你 台灣人對吃很重視 其實我們節目也一直在講食療 那麼在保護膝蓋的部分 很多人就想說食物上 好像也可以做一些什麼 或者尤其一些保健品 保健品是一定要吞的 因為很方便 你不怕忘記 因為兩顆就是 你是不是買一堆給你嗎 而且是母女共用 天啊 一起吃 你吃什麼 大餐的吃比較久的 葡萄糖胺 後來吞到覺得說 一顆一顆不好吞 有的很大顆 對 然後我就買液體的 用喝的 有的是用液體的 還有也是顆粒的 可以憑個人喜好選擇 但是我比較喜歡的是啃雞腳 還有吃豬蹄 因為據說那樣子的膠質 也會痠痠的 皮膚也痠痠的 膝蓋也痠痠的 是 是我開心嗎 還是 有效嗎 王老師呢 王老師 妳為什麼會笑 妳沒有嗎 等我 跟妳一樣 妳看嗎 對不對 我該吃的藥都吃了 該吃的保健品也吃了 像膠原蛋白 維古粒 葡萄糖胺 全部該吃的都吃 都一樣 我後來因為 呂醫師比較建議我 從食物裡面去找 後來我就迷上了一個就是 木耳加紅豆 我就是木耳加紅豆打汁 煮好了打汁 其實我是提倡生活簡單化 我認為要簡單 比複雜更困難 因為身體的疾病那麼多 如果說某一種疾病 要吃哪一些東西 另外一種疾病 又要補哪一些的話 我想很難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是建議乾脆回覆到 我們在小學教育大家都念過的 就是 營養要捐痕 就自然的飲食 這麼簡單 三個字做不到 然後 體重要控制 就是三個原則 另外很多人覺得說 痛到底要不要動 王老師你那時候有這樣的疑問嗎 有 非常大的疑問 因為有人說 痾不痾得用 對 可是發現更痛 後來呂醫師都告訴我說 不要管那個疼痛 要跟疼痛和平相處 確實我手術完了以後 本來很怕痛的 可是在呂醫師的勸導下 我就咬緊牙關 做她的那個三個復健動作 我發現我最痛的時候更要做 我不做第二天會更痛 尤其是剛剛手術完的 那個屈膝的動作是最難做 我做到都哭了 可是我就咬緊牙關說 我一定要做到底 結果奇蹟出現 第二天比較不痛 我想說明一下 在臨床上面有照顧病人的情況 他們在不管是 術後術前的一些復健 只要能夠在最疼痛的時候 慢慢的彎曲到可忍受的範圍 然後反覆幾次之後 其實可以維持大概 兩個小時以上的 這種減緩疼痛的症狀 雖然只是短暫 但是只要記得 又有疼痛發生的時候 再循著這些三個動作的方法 來進行的話 那個疼痛就會自然減輕 減輕的幅度不算大 但是會逐漸逐漸減輕 所以基本上在家裡頭 還是做那三個動作就對了 很多人在家裡頭想說就用走路的 來做多一點的運動 這樣子是可以的嗎 因為一下子就從坐著站起來 如果忘了先把這三個動作 做為一個暖身 可能站起來當下一痛 就有點不方便走路 然後走起路來又一搏一搏的話 反而引起更大的疼痛 而且裡面剛提到了 有些軟骨已經掉下來 可能又造成其他的摩擦等等 所以還是要先做那三大動作 會比較好 另外現在新的療法什麼PRP 或者一些療法等等 醫師的看法呢 事實上如果說認為 這個是一個退化過程 就會有很多新的治療出來 譬如說早期的葡萄糖案 接下來是潑尿酸 後來這兩個在學術上 被證實是沒有效果的 就最近就是PRP 我的原則是這些方式 都可以嘗試 但是應該首先要先了解 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了解之後 這些方式都是減輕症狀的 很好的方式 但是如果說 並沒有去面對 裡面的危險因子的話 等於是拖延你的病情 所以原則應該是這樣 還是要面對問題 好 觀眾朋友 今天真的是賺到了 真的 二姐 我們問了好多的問題 真的 我覺得我不用朋友 幫家人 不用排隊了 那三個動作我就認真的做 對... 我也不是很想去見醫師 其實像是在中年 就可以開始當作保養運動 是嗎 OK 好 所以 預防性的 預防性的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它既然是疾病的話 它可以預防 它可以治療 而且是會變好的 不是大家認為的退化 而沒有辦法來停止住的 那種感覺 所以今天真的是讓大家找到了 新希望 膝蓋的心 所以我也謝謝 我們的百大良醫 呂教授來到現場 今天告訴我們很多 新的研究 新的發現 健康2.0會持續的 守護大家的健康 用最新的方法 也用最生活的方法 大家下次見囉 拜拜